2月的生日時呢 是最有名的紫色的寶石 那大家想想紫色寶石有哪些呢 有沒有滋水晶 紫色的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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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色的孔賽石呢 紫色的鑽石 紫色的鑽石呢 一般人很好奇看了紫水晶 在2020年左右 是在印度的 一個國家公園 Irisa這邊發現的 我這邊有給大家看一下 紫色的鑽石的特色呢 非常深邃的紫色 看起來像極的紫水晶 由於鑽石的折射率非常高 讓它的進度很高 非常漂亮的紫色 非常耀眼動能 讓這個寶石的玩家 可以在市場上 哇 原來有新種的紫色紫色 在市場上喔 好 當然 大家最流行 最平靜的 就是我們的紫色水晶 主要產地呢 就是巴西 跟烏魯怪 就是 還有一個就是 上比亞 那巴西呢 它是產的這個紫水晶 非常平靜的 因為大家家裡都有白水晶洞 因為紫色寶石對於我們的七輪呢 是對於我們的這個小腦 紫色對應的 讓我們也能夠呢 有集中思緒做判斷的能力 當然在紫色寶石 越野的時候呢 我們介紹一定不能錯過的就是什麼 紫色的鑽石跟粉質的鑽石 那紫色鑽石呢 全世界科學家把它分成1A跟2A類 在1A類呢 就是所謂的澳洲的阿蓋爾跟俄羅斯的阿羅莎鑽石 那大家都知道呢 這個阿蓋爾呢 在今年年底即將掘礦 我前幾天還接到電話 阿蓋爾告訴我說呢 這個他們國家的這個阿蓋爾縫鑽 剩三次的奧的K型 就是小型拍賣之後再也看不到了 所以大家把握機會喔 它的價格絕對會節節升高 每100萬顆的鑽石呢 才可以生產出1克拉的阿蓋爾縫鑽呢 這是我們 侏羅基的驕傲 這是我收藏的寶貝 其實呢 這阿蓋爾縫鑽呢 少在1985年 當時要量產的時候呢 當時全世界的鑽石劇破呢 德比爾斯打壓阿蓋爾鑽石的 因為長期來 從18多年來 一直控制全世界鑽石生產的德比爾斯 他認為呢 這個澳洲的公司 想要這個生產鑽石 而且呢 粉紅鑽 想要與德比爾斯批敵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他全世界散播謠言說 阿蓋爾鑽 阿蓋爾鑽石不好 阿蓋爾鑽石 質地很差 甚至呢 這個放話到這個 印度說 你們不要買阿蓋爾鑽石喔 他是印度挖的鑽石 他是不好的鑽石 沒想到 過了20年 30年的今天 阿蓋爾粉紅鑽 卻為全世界 彩色鑽石的指標 在很多年前呢 德比爾斯甚至想要這個 買這家公司呢 可是呢 阿蓋爾粉紅鑽 也就是利拓集團 他們拒絕了這個 德比爾斯的要求 他們決定呢 自己去行銷 獨立全世界 最珍貴的阿蓋爾鑽石 這次呢 前幾年前呢 我被邀請到這個 香港的 這個半島酒店 親自去觀看 拍賣 為什麼要介紹這顆呢 這顆呢 2.83 當時號稱 全世界最大顆的紫色鑽石 OK 我還說了筆記 一般的藍色的鑽石 它是含紅的元素 這一顆呢 看似藍黑色的鑽石呢 它是含什麼 它是含青所造成的 2.83 Jagged的瓶級是 Fancy Deep Greenish Brunish Violet 非常難得 這顆鑽石 我們在3月呢 春季發表會的時候呢 會帶來為大家獻上 上億的全球最大的 椭圓形紫色鑽石 好 除了紫色鑽石呢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介紹 紫色的孔曬石 好 孔曬石呢 是非常呢 也是拼益技能 包括品牌 Tivany 主推的粉紫色的寶石 除了孔曬石之外呢 還有一種寶石呢 就是紫色的尖金石 有沒有看到 紫色尖金石非常漂亮 一般呢 尖金石大家就會看到呢 紅色的 粉色的 還有什麼 藍色的 不知道有紫色的 所以一直在尖金石的世界裡 有紫色的尖金石 現在還是算便宜的 affordable 大家都可以買得起的 這一個墜紙呢 上面配了什麼 這個非常漂亮的 沙拉來自一圈 讓它紫色更耀眼 更漂亮 來這個紫色的尖金石 也非常的漂亮 這花朵的造型 當然還有一種呢 就是紫色的單磚石 一般人呢 以為單磚石呢 只有藍色的 像這個套鏈 單磚石它有三色性 所以基本上呢 你看它的圓框呢 有點綠色 這個是石墨 這個是石鷹 就是它們在變質交匯的地方 所產生的 這個在 單磚石呢 產在這個坦莎尼亞 跟肯尼亞交界的地方 一般的這個礦石呢 你挖出來呢 就是一般這樣子 這個是四百多克拉的 所以呢 你看到好像是紫色 可是你照了光之後呢 你會發現 有沒有 有 藍色會跑出來 甚至有綠色跑出來 所以很多人都在問說 李總啊 到底呢 單磚石有沒有樂處理 事實上 沒有樂處理的單磚石呢 就跟這一個一樣 這一盒非常漂亮的 有藍色 有綠色 有黃色 有棕色 還有紫色 經過樂處理之後呢 會變成外面常見的呢 這個藍色的單磚石 所以今天 我們複習一下 紫色寶石院呢 介紹了第一個呢 變色的紫色石榴石 第二個呢 大家最喜歡的紫色的水晶 第三個呢 就是非常珍貴的紫色的鑽石 粉紫色的鑽石 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最 大家最喜歡的 非常大顆的 我們叫做 Tiffany四大寶石的孔曬石 還有紫色尖金石 跟紫色單磚石 謝謝大家